此時我注意到有個鬼在隊伍裡飄蕩 有可能就那個上吊的鬼 可是在我印象中 要被送落眾的應該是個女鬼才對 怎麼反而是個中年禿頭大叔呢? 歡迎來到黑影院 今天的內容是有關鬼門開的故事 每月7月的來臨同時也代表鬼門開的意思 大家會準備普渡祭祀的物品 也是給好兄弟一種同情的盛宴 同時也會帶來一些鬼月不能觸碰的禁忌條件 當然也會有人問看不到的東西為何要害怕禁忌 我們換個角度想 如果你走在半路上 莫名情要被人吸納、開玩笑 或是做一些被羞辱的事情 我想正常人多半都會生氣 然而鬼生前也是人 如果因為好玩惹到好兄弟被纏上身的話 那都是自招的 所以彼此互相尊重不招惹麻煩 即使在鬼月一起度過也不是問題 此時在中部沿海地區 有著送落眾的民間習俗 如果剛好同時也在鬼月發生的話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下去吧 每年的鬼門開關 都處於夏天最炎熱的時候開始 作為在廟裡工作的叔叔 都會特別的交代跟我說 晚上不要亂講話 或是到處去觸碰禁忌的舉動 否則好兄弟會無心之中的為誰回家 所以最好早點回來 免得造成大家的困擾 叔叔特別把大家這兩個字的語氣加重 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在這個大家族裡的成員 不管是曾祖父、爺爺或是爸爸還有我 只要有直系血緣關係的人 似乎都可以看到鬼 特別在殷氣最重的鬼月 作為麻瓜的奶奶跟媽媽 在準備補充的東西時 我們都會看到 那些鬼早已站在旁邊 扯嚴三尺的等著大吃特吃 而且準備的東西越多 聚集過來的鬼也會跟著變多 所以像我們這種體質比較敏感的 在火熱溫度下都不怎麼開電風扇或是冷氣 因為那些好兄弟所帶來的寒氣 勝過這些電氣用品 雖然媽媽看到閃下的電費感到歡呼 但我寧願吹冷氣也不想看到這些好兄弟 不過日子過久了 總會對這些事情逐漸感到麻痺 只要不特地過去招了那些好兄弟 他們也不會對你怎麼樣 不過今天下午 叔叔急忙的回家馬上當面的跟大家說 今天晚上送洛仲 所以9點之後就不要再出門了 而叔叔告訴我們這件事 只有住在中部沿海地區才會去注意 其實在上禮拜時 有人在這附近的運動場上吊致敬 神奇的是 這個人從北部特別來到這裡 選擇人多來往的樹旁結束自己人生 所以住在這裡的居民 議論紛紛的懷疑這個人是不是顧慮 選擇陰氣最多的時間選擇致敬 而且此人是35歲的女性 身上也沒帶任何的證件以及獻金 但在口袋裡說出不屬於自己的頭髮 以及嘴裡無數的指甲 這些異樣的行為 也讓當地的居民開始醞釀人心惶惶的心情 為了避免大家繼續承受這種狀態 開始執行民間的傳統送殺儀式 也就是所謂的送肉粽 當然一定會有人想問 為什麼會是送肉粽 而不是送控肉 罵丸 或是搭配艾滋味甜辣醬呢? 其實送肉粽就是暗示上吊跟類似肉粽神榜垂吊在上面的意思 照其人認為 自殺的死者所產生的怨氣最重 一旦有人上吊 便會開始尋人為替 來求自己的超度轉世 為了避免抓交替 會開始找當地的資深法師來舉行送殺儀式 然後再準備草人、野民、紙錢等等 祭拜物品 在規劃好送肉粽的路線後 再將殺送去張兵外海的隨府審判 而且送肉粽的儀式途中最好不要亂靠近 因為如果刻意去打擾或是站在路旁觀看 有可能反而被衝到 最後也跟著上吊自己 所以才會選擇在人夜稀少的晚上9點到11點的時間進行 到了晚上我站在自己的房間裡 透過窗戶可以看到送肉粽的隊伍正在遠處經過 此時我注意到有個鬼在隊伍裡飄蕩 有可能就那個上吊的鬼 可是在我印象中 要被送肉粽的應該是個女鬼才對 怎麼反而是個中年兔兔大叔呢? 當然有可能是距離他也人的關係 所以才產生錯覺吧 隔天一來星期六的早晨 昨晚的送肉粽 叔叔也有去參加 李嘉應該早就回來了 可是始終還是沒看到人影 手機也沒有接 大家也開始擔心 昨晚的送肉粽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所以爸爸慢慢趕去廟方那邊 詢問是怎麼一回事 結果廟方也有同樣的心情 因為昨晚去送肉粽的那些人 至今都沒有半個人回來也聯絡不到了 所以剛剛已經找人過去查看以及聯絡警方 而爸媽因為擔心的關係也跟著過去 索性的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裡 雖然我一個人在家早已習以為常 但不知因為鬼略的關係 還是說好兄弟在這附近 感覺家中有一股刺骨的寒氣 不停的向我吸了 同時還感受到有個充滿怨憾的視線 朝我這裡看著 此時身上的手機發出鈴聲 是爸爸打電話過來的 我接起電話時 電話那一邊 除了訊號不良的聲音之外 大量的雜音不斷的湧入我的耳裡 當然爸爸打電話過來 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要跟我說 可是不管怎麼努力 就是聽不清楚在說些什麼 最後經過一番努力 總算勉強隱隱約的聽到一些內容說著 千萬不要打開門 講完之後訊號就斷了 當然我也嘗試撥打電話過去 但始終沒人接 正當我在思考 不要打開門的這句話的意思是 家中的美女突然想了起來 說有過去一門 可是一打開門 我馬上後悔了 我看到一位Pitter長房的女性站在家門前 馬上意識到 那個是鬼 雙眼突出滅目真理 嘴上還掛著長長的舌頭 脖子還垂掉著繩子 很明顯就是上禮拜在運動場自殺的女鬼 可是昨晚不是已經衝出外海了嗎 怎麼還會在這裡 我還來不及反應時 那個女鬼直接穿過門飄過來 我嚇到當下直接關上門 順手上水 可能柯蒂擺放神明的關係 那個女鬼無法進來 雖然可以暫時放心 不過卻反而激怒了女鬼 急出瘋狂的敲門聲 撕心裂肺的哄叫聲 不停的回答在整個客廳裡 就連空氣也漸漸變得冰冷 突出來氣還可以看到白煙 正當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時 門外突然沒了聲響 我以為那個女鬼已經放棄時 只是那個女鬼發出更大的嘶吼聲 開始變成劇烈撞門的聲音 沒撞一次 我的心臟彷彿都快被撞爛 同時也很害怕突然的撞進來 一時情景之下我馬上躲進神明座下面 一邊發抖一邊祈禱 可能神明是聽到我的請求 身體的周圍被無形的溫暖包覆著 身心不再感到寒冷 還帶有一絲絲的安心感 雖然專門的聲音一直沒有斷過 時不時還聽到堅韌的叫聲 不過那份溫暖又安心的關係 不知不覺的眼皮感到沉重 慢慢的睡了過去 誒誒快起來啊 誒聽到了沒有 我醒來時爸爸他們平安的回家 當然叔叔也平安的回來 叔叔坐在沙發上緩緩的說到 昨晚的送諾眾失敗了 昨天晚上大家已經擺好架式 準備要把女鬼帶走死 可能鬼門開的關係剛好有個好兄弟路過 不小心的帶錯人把女鬼留在那裡 而那個女鬼生前可能受盡屈辱 變成鬼又再度被羞辱 所以抱著極大的賀翼抓走所有人 運氣好的是叔叔躲過這場災難 當然女鬼也沒打算放過她 不過躲藏功夫實在是太厲害 讓女鬼一直四處飄蕩的找不到 最後憤怒的轉上找其他直系的家族的人為目標 也剛好家裡只有一個人 所以才會找上我 然而我的目光看向門的那邊 那道門上有無數的紅色掌翼 以及野獸般的抓痕 顯然這是女鬼的解作 我膽戰心機的問叔叔 那個女鬼現在怎麼樣了 叔叔拍了肩膀安慰的跟我說 事情已經結束了 叔叔說家裡的神明去請牛頭馬面過來 把那熊神惡煞的女鬼給抓走 女鬼眼看就要被抓走 才會猛烈的想要撞開門 死都也要把鬼拖下水 雖然那個女鬼不會再回來找我 但回想起剛剛才經歷過的可怕過程 每天晚上都會夢到那個女鬼 吊著繩索掛著長長的舌頭找我 直到鬼門關時 這漫長的惡夢才跟著停止 可能有人注意到 曾祖父不是在家嗎 怎麼可能都沒事 即使曾祖父早在外面曬太陽了 當然會沒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